所谓新疆种族灭绝是荒谬之极的世纪谎言 美方越是孜孜不倦地炮制涉华人权谎言 伪装成人权味道士 越说明他对自己击中难返的人权状况心虚不已 只能靠将脏水泼向别人以转移视线 这套蒙蔽世人的伎俩不会得逞 美国的人权遮羞布早已遮不住其做过的恶 历史和现实都已记录下他侵犯人权的条条罪状 下面我就给大家列举几条 第一宗罪殖民主义 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进行系统性种族清洗和大屠杀 犯下庆祝难输的种族灭绝罪行和反人类罪 美国在建国后近百年时间里 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屠杀印第安人 美国印第安人人口从15世纪末的500万 骤减至20世纪初的25万 第二宗罪 种族主义 在美国 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早就指出 美国非洲裔在健康就业教育和公平审判等方面的权利 面临系统性的种族主义 疫情爆发以来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从去年三月以来增长了150% 今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美国国别人权报告时 有110多个国家对美国人权问题提出了批评 要求美国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种族歧视等系统性问题 第三宗罪 输出动乱 2001年以来 美国在全球约80个国家 以反恐之名 发动的战争开展的军事行动 夺去了超过80万人的生命 其中平民约33万人 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 等许多国家 几千万人流离失所 美西方 支持策动阿拉伯之春 造成了西亚北非 很多国家 至今 仍处于 动荡之中 第四宗罪 干涉 干涉主义 美国 多年来 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 无视联合国宪章 尊重国家主权 和不干涉 内政原则 对主权国家 大打出手 美国 还对有关 发动中国家 实施单边制裁 导致严重 人道主义危机 试问 覆巢之下 焉有顽软 若国家主权 沦丧 人权 又怎能保障 第五宗罪 双重标准 美国 无视新疆发展繁荣的现实 和两千五百万 各族群众 团结和睦的事实 仅仅依据几个所谓 证人的说法 就随意给中国扣上 种族灭绝的帽子 为中国新疆 维吾尔族 穆斯林群众 担惊绝力的 美国政府 又是如何 对待本国穆斯林的呢 911事件以后 一些美国城市的 穆斯林社区 甚至发生打杂 洗劫 清真寺的 极端行为 穆斯林群体 成为白人暴徒的 袭击对象 2017年 美国上届政府 出台禁幕令 使美国成为世界上 唯一专门针对 穆斯林群体 颁布禁令的国家 美国一向民调 显示 80%以上受访者认为 穆斯林在美国 面临歧视 长期以来 美国一边 自欺欺人 标榜自己 是所谓的人权 楷模 一边肆无忌惮 在人权问题上 玩弄双重标准 将人权作为 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 我们奉劝美方 放下傲慢与偏见 正式检视 自身存在的 严重人权问题 并采取切实措施 加以改进 而不是对别的国家 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